假发和直发你会怎么选择 这是假发效果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粉丝的一个脱发情况 头顶基本上掉完了 看一下咱们这个前面 没做之前它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发型 本来要去直发的是吧 嗯 是不是看到我的视频不去了 嗯 直发的费用太高了 太高了啊 而且还没掉 好 之前了解我啊 那咱们就开座 嗯 因为我一直都想起直发 一直想起直发 但是直发说的我这种容易掉 直发的成功率嘛 嗯 就算它直发它不掉 你现在头顶我剃的这些也会掉 然后掉了之后 你难道又要从后脑上去取下来 又往前面直吗 我就想要做这个 你自己死去还了就 这个也不贵 你两年换一个嘛也可以吗 对啊 关键是那个确实是用处不是很棒 你把后面直过去 你现在头顶上的也要掉 掉了之后直发也有成功率 然后你还得从后脑上去 然后再去执 没那么多量 实发都太贵了 现在脑上它为啥呢 嗯 第一个其实贵倒还好 但是就是直的用处不大 它要掉了 然后你自己头也要掉 穿过去啊这些啥的 关键又痛了 对啊 你硬要去自己扎一下吧 那跟纹生一样都痛了嘛 比纹生还痛 那头顶全是血 我没有去是个不痛 反正我看着都挺痛 直发看着挺痛的 嗯 说的不痛 我看那个也是刷了一个视频 一个直发 第二天都转成包子一样了 那怎么可能不痛啊 肯定痛啊 我觉得这个要方便一点 嗯 这其实你带习惯了 它其实比我们自己头发 要更方便一点 对啊 为啥因为我不是说 我说这句话是为了方便我卖假发 就是你想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头发 你睡了觉起来是不是就乱了 你第二天还得重新造型 只要你假发你不带着睡觉 你造个型 你可以带个三天四天都没问题 本来现在都是看外表的 谁知道你是贴的话还是真人 哪有看得到吗 看不出来的 只有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看不出来的 我昨天晚上去按摩 我说我跟人家说我带着假发 人家打死都不想行 看不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那个存活率也太低了 本来你那个老郎就是坏死了 我想他这样子去弄 自己受罪 是啊 而且他还要经常去复理 我来来搞 我还不直接把他推了 带个脚发片 关键复理最后也不低 对啊 那你那你直接想一想 就是如果他真直吧真的有用 那些明星为什么要带假发 对啊 他差这点钱 你说花个200万我吃个头发 对吧 他也他也愿意是吧 本来就是吃形象这块饭的 然后而且200万对于这些明星来说 我觉得小钱了 真的是小钱了 就少买两件衣服 我买块表就完了嘛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带假发呢 是不是 你像周久人你说他差钱吗 他也不差钱啊 他也带着假发 如果真的有像那种吃药啊 吃饭那真的有用 那你说 我们假发这个市场呢 活得下来嘛 活不下来 而且你说那些明星为什么还要带假发 你说他 你让他演戏到这个带假发 我觉得倒是挺正常 但是他日常也在带假发 对吧 戴上假发 进行修剪柔和 改变前世这样 sẽ继续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